8號是連續假期過後 各級學校正後第一天上學日 花蓮女中學生在7點多陸續如常到校上課 心情似乎不受地震影響 而每天早上都會站在校門口 向師生問早的校長詹滿佛她表示 目前只有綜合大樓禁止人員進入 希望一切可以恢復正常 花蓮女中學生陸續進校上學 這是3號7點2強正後首個上學日 其中花蓮的綜合大樓損害最為嚴重 地上水泥塊散落一片 強體大面積均裂 鋼筋外露 梁柱斷裂 窗戶等全部凹陷 被縣府發紅單建地為危險建築禁止使用 0403地震之後 我們整棟綜合大樓周圍都已經拉上了警示線 綜合大樓基本上是學校的健康中心 輔導室還有七間的專科教室 那不會影響到目前學生全校33個班級的正常上課 校長表示外圍已經拉起封鎖線 也禁止所有人員前往該棟大樓 更提到綜合大樓為多個處事的所在地 不會影響到教學 未來將會進行拆除重建 記得早上報道